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 我看不太懂 大夫 这有什么办法能治一下吗 根据我的经验呢 希望不大 你还有什么事情吗 这下可坏了 大夫 你能不能 能不能帮我开一个诊断书 就说我不能生啊 不是 你这什么意思 不是 我怕我太太知道了以后她受不了 你倒是蛮疼你太太的嘛 可现在是民国了 这女人不能生育 只要婆家和男人不建议 没多大关系 可要是男人没有生育能力 是要被瞧不起的 这个没事 这个没事 不是 这不是没事的问题 是这个单子我不能开 这个责任我付不了 不是 大夫 我媳妇的脾气不是太好 性子极 我怕 这一跟她说 她才有个三长两短呢 您就帮帮忙 大夫 你这样吧 你这样吧 这个单子呢 我还是不能开 但我可以同她当面说 帮你撒这个话 那谢谢那大夫 没事 护士 把姜小曼叫进来 好的 我媳妇认字 大夫 姜小曼 坐 坐坐坐坐坐 姜小曼 你们的诊断结果已经出来了 你呢 有可能是小时候没在意 落下了妇科病 但主要是月经不调 没什么大毛病 可以慢慢调理 时间长了呢 就会有效果 那你的意思是说 不是我的问题啊 不是你的问题 那 是你丈夫的问题 你丈夫得了无精症 没法生育孩子 什么 什么症 无精症 就是指男子根本就没有精子 没有生育能力 你 妈 没事啊 谢谢你啊大夫 太谢谢了 不客气 大夫 大夫 就 就真的没再有别的办法了 好吗 西医呢 确实没什么好的办法了 要不 你再去找中医 调理一下 中医啊 谢谢谢谢 你把这个化验单 跟诊断书都带上 看中医的时候都需要 把它保存好 好 谢谢你谢谢你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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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拉我 这这有病没事 有病 咱慢慢去嘛 咱们 咱们 再看你 就 你 你 我 这没孩子 有诚挚不就行了吗 诚挚是人家古兰大姐的孩子 人早晚得跟他亲娘回去 那就去教会办的御英堂领一个 反正啊 不许你因为这个离开满仓 更不许你在满仓面前 替他不能生意这件事 爹 到底他是你亲生的 还是我是你亲生的 都是 但是自从遇见这孩子那天起 爹就把他当成亲生的了 小妈 回来了啊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你坐下坐下 你坐下坐下 你猜 这是什么 今天啊碰到一个医生 一个神医 别人给介绍的 那可厉害了 专专门治这个生不了孩子的病 特灵了 没听说过 喝几副药 这罗子就能变成马了 一开始我也不信哪 结果我这上人家一看 杀了眼了 厉害 一进门那两条走廊上 那刮得满满的都是别人送的匾呢 什么 什么 妙手回春啊 华托在世啊 还有什么宋子观音啊 神医也太多了 可厉害了 那可不是一般人啊 真的 你只能给开着方的 那可不容易 你这 你再好好喝 我好好喝 王板仓我看你还真是病得不轻 你有病 凭什么让我喝药啊 我我这不刚才没说完呢 你看你急什么急 人这个神医人说的是啊 人开着方子 这药啊 它讲究个阴阳平衡 也就说啊 这个药 他在两个人一块喝 对啊 我跟你说一个人喝都不管用 要不然说是不容易啊 那抽的方子跟别人都不一样 真的 真的